7月20日,皇冠集团品牌新品发布会 借第七届,吴奇龙,熊猫姐在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如约而至 这也是身回升级后,吴奇龙第一次参加的活动 与上千名熊猫粉热情互动 现场还分享了熊猫姐与皇冠集团的不解之缘 其对移动美学的独特见解 活动当天,皇冠携吴奇龙亮相上海国际时尚中心 一同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感官盛宴 这已是吴奇龙第七次来到上海国际时尚中心 和粉丝们度过一年一度的熊猫节 尽管当天上海天气的炎热 依旧吸引了上千粉丝入场 作为本次活动的主角之一 吴奇龙也坦言,自从身份升级 现在如果出行,就要更多考虑一家人的真实需求 正如2019皇冠集团,就完美体现一家人出行之优势 从拉杆箱,背包,到养护用品 符合不同性别性格年龄段人情审美选择 现场不老男神吴奇龙也在现场透露自己的护肤秘诀 其实当然除了保持一个健康,然后愉快的一个生活方式之外 当然保养还是需要的 所以这次也借这个机会推出了我们那个黑白能量的复活紧致的眼霜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是从这种小细节,小细纹开始的 那适当的保养还是需要的 现场还隆重举行了皇冠品牌 与东南号生集团上海东号国际商务有限公司的品牌合作签议仪式 如今皇冠集团围绕现代都市人生活方式 带来新一代更具品质,更具人性化的产品 使得人们随心随性的去体验旅程中的美好 收获美好的记忆去丰富自己的人生之旅